穿紅色上衣的男童 在馬路狂奔 追什麼 原來是路口這部摩托車 但眼看孩子跑得氣喘吁吁 騎車的阿嬤卻甩也不甩 真的沒聽錯 阿嬤惡狠狠的說 去給車撞 到底什麼狀況 男童沿路追 阿嬤不甩就算了 接下來又直接騎走 難道是教訓孫子嗎 這會不會太狠心了 因為我們這年會 是稍微把他教死的 稍微害怕到這樣 這樣很危險 小孩不能放這樣 兩個都危險 因為被撞到還是什麼的 有什麼事情 可以回家好好的再講 這個畫面是發生在 高雄的大風二路上 有民眾贊成 也有民眾覺得這樣太危險 教訓有很多種方式 再加上畫面中的阿嬤 也沒有戴安全帽 從頭到尾都是不良示範 違規的部分是 未戴安全帽 教育小孩 不要戴到路上行駛 沒戴安全帽 加上讓孩子在馬路上跑 交通隊說 這通通違規一定會規勸 畢竟不管孩子多調皮 馬路總是不安全 追著車跑氣喘吁吁 大人看了不心臺嗎 記者金博士高雄報導 你看看 不唸 李滴 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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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